每天必吃的25道家常菜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今天来做一个爆炒田鸡 清洗干净 斩成均匀的小块 加点盐 淀粉和米酒给它抓拌均匀 加水进来清洗两遍 把田鸡清洗干净 加点盐 白糖 胡椒粉 生抽米酒 加点淀粉进来 把田鸡抓拌均匀 最后加点油进来 腌制10分钟 配料准备点红椒 准备点姜 葱蒜 还有线椒 先把锅烧热 放点油进来 田鸡煎香 可以开中火来煎 慢慢地把田鸡煎熟煎透 已经煎了6分钟 田鸡煎熟 锅里面留点底油 先下姜蒜爆香 然后把葱段和现椒也加进来一起炒香 把红椒加进来一起炒香 加点豆瓣酱进来 炒出红油 刚刚煎好的田鸡也加进来 加点米酒一起翻炒均匀 调味就放点蚝油进来提鲜就可以了 全部炒香后关火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田鸡外香里嫩 第二道 今天来做一个简单又好吃的 排骨萝卜焖河豚 把排骨清洗干净 均匀的小段 把河豚对半切开 一分为四 锅烧热放点油进来 直接下锅煎香 一面煎黄后翻过另一面再煎 两面都煎至微黄 放点拍扁的姜 把葱炒进来一起爆香 煎点白酒进来 翻炒均匀 去腥增香 把红葱和排骨都切香后 加入适量的开水 加点生抽和蚝油进来 盖上锅盖 转成小火 焖半个小时 萝卜切到一半 直接把它撬开 已经焖了半个小时 把萝卜也加进来 焖15分钟 接点淀粉水进来 把汤汁收浓稠 汤汁烧浓就可以了 这样一锅排骨萝卜炖河豚 就做好 味道特别的香 第三道 以后大虾买回来 不要只会水煮了 试试这道避风糖大虾 焦香酥脆 好吃到连壳都不剩 用剪刀去除虾头 这样就能轻松地 去除里面的脏东西 然后改个花刀 方便入味 撒一层玉米淀粉 这样大虾煎出来 又酥又脆 锅中油热下锅煎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这样不需要用油炸 各个焦香酥脆 调味只需要一包 很多饭店都在用的避风糖 调料后放点葱段 翻拌均匀即可出锅 焦香酥脆 想吃你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四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冬天的萝卜塞人参 拿来做成萝卜素丸子 给肉都不换 切好的萝卜丝 用开水烫一下 一定要挤干水分 然后用刀剁碎 放入三个正经的母鸡蛋 切好的葱花 盐鸡精五香粉 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这才是丸子酥脆的关键 加一勺食用油 顺着回家的方向 搅拌均匀六成 盛油温下锅炸 中小火慢炸 炸到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家里有萝卜的一定要试试 酥酥脆脆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第五道 我认为豆腐最好吃的做法 就数这个麻婆豆腐了 麻辣鲜香 非常下饭 水开下入两毛钱的豆腐 加少许盐 这样煮出来的豆腐不容易碎 还能去除豆腥味 煮两分钟捞出备用 油热放入肉末炒熟 炒出多余的油脂 加姜蒜小米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麻婆豆腐酱 它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让你在家轻松做出饭店里的味道 炒出酱香味后 加入一碗清水 倒入豆腐煮两三分钟 少量多次淋入水淀粉 轻轻推动几下收浓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麻婆豆腐香辣过瘾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六道 猪肉芹菜馅的饺子 我要说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你可能不信 只要多放一样调料 鲜嫩又多汁 首先把芹菜切成小碎丁 加点食用油 这样调出来的饺子现不出水 剁好的肉馅放点葱姜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打入三个鸡蛋 饺子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馅料调味 其他什么调料不用放了 用它包包子包饺子都非常美味 第七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是再把豆腐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麻辣鲜香 给肉都不换 先把嫩豆腐切成小块 水开下锅 加一勺盐 这样煮出来的豆腐才不容易碎 起锅放入肉末炒至变色 再放入葱姜蒜炒香味 只需要倒入一包 这种熬制好的麻婆豆腐专用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加入一碗清水 再倒入煮好的豆腐 小火孤独两分钟 最后淋入水淀粉勾芡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麻婆豆腐 是不是非常简单 天冷了 想吃你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八道 以后香菇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首先香菇洗净切片 水开下香菇 焯烫两分钟捞出 油热爆香葱蒜 加盐鸡精 少许生抽蚝油 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学会了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第九道 把鸡蛋倒在豆腐上 做出来居然那么的好吃 炸红烧肉我都会做 首先把豆腐切成小块 再淋入两个鸡蛋液 油热下锅 两面煎香 盛出备用 碗中加生抽 老抽耗油 盐和鸡精 半勺玉米淀粉 适量的水 搅拌均匀 油热爆香蒜末小米辣 倒入豆腐和提前调好的料汁 小火 最后撒葱花收汁 简单好吃又下饭 第十道 家里小朋友想吃果冻 别去外面吃肠保质期的了 在家自己做干净又卫生 砂糖菊包去外皮 放入锅中 加入500毫升长浆水 15粒冰糖 40克白凉粉 边煮边搅拌 煮开了倒入一个大碗里 自然放凉就凝固了 QQ淡淡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想吃麻辣香锅 再也不用去饭店了 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先把土豆莲藕切成片 水开放一勺盐和食用油 这是青菜翠绿的关键 把喜欢的青菜煮两分钟捞出备用 再把各种丸子大虾煮熟捞出来 油热炒姜葱蒜甘辣椒 吃的关键 倒入一袋麻辣香锅料 炒香后倒入煮熟的丸子和青菜 翻炒出酱香味 然后撒上香菜和黑芝麻 麻辣鲜香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十二道 快放假了 孩子想吃炸鸡翅 作为一个合格的妈妈 坚决是不会叫外卖的 教你在家做 干净又放心 用鸡翅把刀切成两半 更方便入味 加姜蒜 葱花盐 蚝油 生抽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方便入味 再去掉上面的料炸 打入一个刚下的鸡蛋 倒入一袋脆皮酥肉粉 它才是酥脆的关键 抓拌成我这个样子 六成油温下锅 开中小火炸六分钟左右 这样做的炸鸡翅 咸香酥脆 学会了再也不用叫外卖了 第十三道 以后大虾买回来 不要总是白酌 你就像我这样 做个好吃的椒盐虾 咸香美味 一口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大虾剪去头部 轻轻一挤 这样就能轻松去除虾线 在我背上滑一刀 方便入味 然后在表面撒一层淀粉 这样大虾才又酥又脆 油热倒入大虾 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备用 另起锅蒜 磨青红椒炒出香味 倒入虾子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大虾 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学会了就试着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孩子想吃炸鸡腿 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是坚决不会去外卖的 自己在家就能做 孩子们超爱吃 用我是无效片段 鸡腿把刀切成两半 加姜葱蒜 料酒 生抽 腌制二十分钟 准备好炸鸡裹粉 这个粉做炸鸡特别酥脆 鸡腿裹一层粉后 裹一遍鸡蛋液 再裹一层粉 抖出这样的鳞片后 六成油温 小火下锅慢炸十二分钟左右 太好吃了 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家里有孩子的 一定要多做这道糖醋排骨 一周吃三次都不腻 十八一斤的排骨 加一勺盐一勺面粉 倒入清水抓洗两分钟 这样排骨才能清洗干净 锅中油热 倒入排骨 开大火炒至一面金黄 只需倒入一袋糖醋汁 再倒入开水 慢过排骨 扣盖炖煮三十分钟即可 最后撒上白芝麻 孩子们一口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十六道 天气越来越热了 餐桌上一定要试试这道凉拌粉丝 爽口又开胃 粉丝用温水提前泡好 水开放入粉丝一分钟捞出 然后过下纯净水 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葱花 辣椒面 白芝麻 泼上热油炸香 加盐 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这就是万能凉拌汁 拌啥都好吃 然后胡萝卜丝 黄瓜丝 淋上调好的料汁 抓拌均匀 即可开吃 酸爽过瘾 你也赶紧收藏试试吧 第十七道 大鱼大肉吃腻了 那一定要试试这道蚝油生菜 不仅好吃 还寓意着生菜 首先清水中加一勺盐搅匀化开 然后再把生菜放进去浸泡10分钟 再清洗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里面的虫瓦 和杂质锅中水开 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这是青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烫20秒捞出装盘 锅中油热 爆香蒜末 半勺生抽 放多一点蚝油炒出酱香味 再加一碗长姜水 少许白糖提鲜 淋入水淀粉 勾一个厚厚的薄芡 浇在生菜上就可以上桌了 生菜口感清脆 做法简单 第十八道 我做梦都没想到 韭菜放入面粉拌一拌 竟然这么的好吃 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菜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韭菜洗干净 先切去根部 然后再切碎 放入碗中 加少许盐 再加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不会造成营养流失 搅拌均匀以后 加两勺面粉 再给它拌匀 再打入三个顺产的鸡蛋 少许清水 再次搅拌均匀 搅成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 平底锅刷上油 把韭菜面糊舀到锅里 整理成圆饼 用小火一面烙熟 然后翻面烙另一面 最后两面全部烙至金黄 这个小饼就烙熟了 这样做的韭菜鸡蛋饼 不油不腻 而且特别的好吃 第十九道 为什么饭店的紫菜蛋花汤 那么好喝 其实做法真的很简单 看完这个视频 您就学会了 先把紫菜用清水清洗干净 挤干水分放盆中 加西红柿 丁 葱花 香菜 一勺虾皮盐 胡椒粉 一勺生抽 半勺陈醋 少许香油 水烧开 分次淋入水淀粉沟 可抱歉 这个时候一定要关火 再淋入三个鸡蛋液 快速搅散 倒入汤盆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全家老少都爱喝 喜欢赶紧做起来吧 第二十道 这是我老婆的三个儿子 最喜欢吃的一道下饭素菜 营养又美味 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地里挖的包菜切 成粗粗的细丝 油热倒入三个鸡蛋液滑散 炒熟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葱蒜炒出香味 倒入包菜胡萝卜丝 大火翻炒直断生 放入鸡蛋调味 加生抽 蚝油盐鸡精 翻炒均匀即可 简单又美味 第二十一道 现在又到了吃菠萝的季节 像我这 要做一道小朋友都爱吃的 菠萝咕噜肉 酸酸甜甜 孩子们超爱吃 首先菠萝去皮后 切成小块 八块一斤的里脊肉切丁 加盐胡椒粉料酒 一个蛋黄抓匀 腌制五分钟 再放两勺土豆淀粉 让每块肉均匀地裹上淀粉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碗里放一大勺番茄酱 一勺香醋 一勺白糖 半勺生抽 一勺清水 万能糖醋汁就调好了 可以收藏保存起来 油热了 倒入调好的糖醋汁 小火熬至浓稠后 倒入炸好的肉丁 菠萝青红椒配色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酸甜酥脆 吃起来还有菠萝的清香 学会了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第二十二道 为什么饭店的白烛窝笋 口感那么清脆好吃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关键是这两个细节 你必须掌握好了 首先咱们把莴笋削去外皮 然后先切成长短一样的段 再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好放入清水中浸泡十分钟 然后起锅烧水 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食用油 水开下入切好的莴笋 超烫三十秒钟左右 捞出迅速放入凉水中投凉 然后在莴笋中间划一刀 两头不要切断 再像我这样从中间穿过来编个花 全部做好摆入盘中 然后空碗中加入一勺蒜末 一勺小米椒 一勺葱花 淋入一勺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加入一勺 这种白灼汁 它还可以做白灼生菜清蒸鱼 其他调料啥也不用放 然后搅拌均匀 淋在莴笋上面即可 白灼莴笋 您就像我这样做 清淡爽脆 营养不流失 喜欢赶紧收藏回家做起来吧 第二十三道 这个土豆炖茄子呀 很多人在家里做 都是直接下锅加水炖 其实那样就大错特错了 学会这几步 才能吃到正宗的东北炖菜 首先茄子用手撕成大块 千万不要用刀切 这是土豆炖茄子 好吃的第一步 再准备两个黄壤土豆 用刀掰成大块 这种土豆淀粉含量高 炖出来口感软糯面香 都准备好以后 咱们起锅烧油 下入茄子小火煸炒 把茄子炒透 炒至变软 下入葱姜蒜干辣椒断炒香 下入土豆块简单翻炒两下 加入梅果土豆茄子的清水 加入一袋乳肉王调味酱 它还可以卤肉炖鱼都非常好吃 用勺子推炒均匀 摊开以后盖上锅盖 小火炖二十分钟 然后大火收汁 撒上红绿辣椒 关火出锅装盘即可 土豆炖茄子 您就像我这样做 土豆又面又香 茄子软烂入味 老下饭了 喜欢赶紧收藏回家做起来吧 第二十四道 今天用鸡胸肉 给孩子做了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孩子他溜意说太好吃了 顺道也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有孩子的也跟着视频 一起做吧 首先咱们把鸡胸肉切成小段 放入碗中 加入一小勺盐一勺料酒 抓匀腌制十分钟 然后加入两勺淀粉适量清水 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鸡胸肉都包裹上淀粉壶 然后六成油温 一块一块地下入挂好壶的鸡胸肉 全程大火进行榨制 炸至外表金黄熟透捞出 等油温再次升到六成热 下入鸡胸肉复炸三十秒钟 这样吃起来外皮会更加酥脆 然后锅留少许底 倒入一包有糖有醋的糖醋调味酱 这是厨师按照比例调制好了的 其他调料啥也不用放了 加入一勺清水 大火熬至粘稠 下入炸好的鸡胸肉 快速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一把白芝麻 关火出锅装盘即可 外酥里嫩 酸甜可口的糖醋鸡胸肉 咱们就做好了 喜欢的赶紧收藏回家做起来吧 第二十五道 如果您家里在有吃剩的米饭 别总做蛋炒饭或者羊粥炒饭吃了 小鹏教你一个很多人都没吃过的做法 有菜有饭 好吃的停不下来 首先咱们把洗净的黄瓜切成小丁 再把洗净的胡萝卜也切成小丁 再把去年吃剩的火腿肠也切成小丁 碗中打入四枚母鸡蛋 加入一丢丢白醋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用筷子不停地扒拉 把鸡蛋炒成这种颗粒状 盛出备用 另起锅烧油 下入胡萝卜丁 黄瓜丁和火腿肠丁 小火炒至断生 加入葱花炒香 加入前天晚上吃剩的米饭 倒入炒好的鸡蛋 加入一袋这个调好味道的外婆菜 大火翻炒5678下 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段 继续翻炒两下 关火出锅装盘即可 好吃到铁盘子的外婆菜炒饭 咱们就做好了 喜欢就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sorcer计划